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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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你不是要看脖子吗 我看脖子 直接这样看就好了 他胸贴了 胳膊咬 还疼吗 疼 晚上睡不着觉呢 不行 咱们去医院再看看 别去医院了 医院也看不好 我就是需要心理上的安慰 你说 伯父伯母都知道我们在一起了 那就搬我来跟我住呗 好啊 真的 你醒不醒我今晚你搬过来 你脖子马上就没了 别 别告诉老黎 好啊 你做梦呗 梦里什么都有 好啊 咱们搞的 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呀 你别说我了 易奶奶 还知道我是你奶奶啊 小没良心的 都多少天没来看过我了 谢谢 我这不是有事忙吗 我看你是有心事吧 这么明显啊 你失恋了 灵溪说的呀 你告诉灵溪都不告诉我 要是你妈妈 以后找你的麻烦 我可不跟爹打你去 我没有 没有你奶奶 那说说吧 那我说了你不能生气啊 我最近吧 喜欢上一个女的 可是她年纪比我大 结果婚还有个儿子 你第三者啊 而且 闹得人家离婚了 没有没有没有 她早都离婚了 那我为什么要生气 你不觉得我们不合适吗 我有这么封建吗 你奶奶我一辈子没结过婚 流言蜚语听了不少 我在乎过吗 两个人在一起 只要不违法 互相喜欢 那其他人管不着 还得是我的奶奶 你把我老骨头都给掰折了 你不要告诉我 你烦的就是这些事 不是 是我觉得她对我明明是有感情的 可是她最近总躲着我 她躲你追吗 我追了呀 我都死皮赖脸地追 可是她软硬不吃 看这样子是要放弃喽 我当然不会放弃 可是我前驢继穷了呀 这才哪儿到哪儿呀 我当年要是像你这样 那我现在得后悔死 你奶奶 说来听听吧 奶奶 等我好消息啊 你不陪我吃个饭再走啊 下次吧 奶奶 你不陪我吧 我只能够的 你不陪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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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陪我死了 你不陪我了 我一直想起来 太好了 我起来 小米 你带你 你怎么又来了 来找你啊 跟我去个地方 是我拒绝的不够明确吗 够明确啊 可是你不是也说了 我们可以做朋友的吗 我们还是上下级的关系 于公于私 就算我不能追你 我也不能不找你吧 无尽闹看多了 上天台 我想当个好人 到底什么事啊 还非得让我换鞋 为了你们羽翼的未来 也是为了我们华盛的合作 什么意思啊 跳绳 对啊 给你吃命的 十二点不到 赶紧去四杯咖啡 你不要命了 虽然工作它市场硬仗 但身体才是革命的稳钱 你不好好运动照顾好身体 羽翼怎么上市 程雅 我平时已经很累了 我不喜欢运动 没有人喜欢运动啊 但你听我跟你分析啊 你是不是得赚钱养皮特 是不是得赚钱 给员工们开工资 如果你身体不好 怎么照顾他们 所以童先 让你运动的不是为了你自己 是为了你身边人 今天也很简单 就跳一千个吧 跳不完我不会让你下去 童总 加油 我开始了 我开始了 出事不力啊你这 你能别那么多话 好的 一 二 三 四 五 可以可以 一千个啊 几个了 六个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第十个卡住了 好累 结束了 并没有 我来带你跳 你离我这么远 你离我这么远 绳子会打着你的 这样打不到了吧 这样就打不到了 准备好了 走吧 明天 你 谁 我来 让你 当我 泷 我来 你 要 你 我来 你 我来 好 你 你 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个 今天就先这样了就当热身了不行啊 说好了调不够一千个不能走我又还有个会呢不行你等了怎么了怎么了打脸了是吗我看一眼 我看一眼不行不行 毁容了毁容了我看一眼好严重啊 真的假的你去哪儿啊我去给你拿药膏再晚点你的伤都不见了黄总这么难受呢快点谢谢我跟你说啊你就是吃得太少了你得多运动你看 碳水得有你好先要一份米饭再再多 再多点儿 然后再要这个菜肉也得来一点儿这个鸡蛋也得要再要一份鱼肉还有啊蛋白得吃啊再要一份水果吧这样子维生素也有了可以了来 我要一样的我跟你说啊 咱们接着也多吃点儿咱们明天好继续 继续什么呀 继续运动呀 真是你这么久了 你还会运动啊 程耀算了 运动不合适我们还是别继续了 可是你有没有觉得乳酸堆积带给你的酸痛 让你的腰 背 颈椎都更加放松了呢 可是我很忙啊 晚上我还要核对网站对接的事儿 那个对接是我们跟Marco对接的 那我跟瑞特还有个会呢 那我跟瑞特还有个会呢 那个会改到明天上午十点了 谢谢啊 借过 谢了 你觉得程耀生酸大吗 不知道啊 童馨明显要回避她 回避说明成要有机会 心虚才会运动 那你觉得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事儿 你还觉得那手算大吗 拿饭去了 走 走 走 有 weniger 喂 陈教授 喂 莎莎 这么晚冒昧打扰你了 关于那本书 我还有一个补充的资料给你 什么书 我请华生帮忙翻译 我写的心血管疾病的诊断与技术 还特别指定了你啊 公司没有跟你说吗 你是什么时候跟公司说的 上周五 那可能是公司还在走流程吧 你先把资料发到我的邮箱 我去问一问 好 好的 好 身体好点了吗 我有事找你 正好 我有事长期的你坐 好 莎莎 这个呢 是羽衣的上市资料 你先熟悉一下 然后回去做一个 屁屁的架构 下周我会跟你一起过一下 由你 跟丁董和张总去汇报 汇报是你的工作 为什么让我来做 架构多久能做好啊 那陈吉的书呢 公司什么时候给我 他时间也蛮紧的 我得看到书之后 才能综合预估时间 他给你打电话了 那个活儿已经派给别人走了 他指定的是我 他指定的是华生 而且著作翻译本身就是比义部的活儿 陈吉虽然是N911的顾问没错 但他的项目是属于个人委托行为 标的 也不符合我们华生大客户部的介入范畴 你定格在大客户部 就应该服务大客户部的分配 莎莎 我知道你最近很辛苦也很累 不管是作为上司 还是你的男朋友 我都希望你把精力 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 更重要的事情 指的就是给领导汇报吗 羽翼这个项目 是今年最重要的项目 KPI占了大半 但陈吉书的翻译 也是我想做的事情 作为一个议者 我希望把某个领域做得更深入一点 这样当我陈殿下来回顾往事的时候 我至少在某个领域留下过足迹 而不是只有这些虚无的形式主义 所以要选择的话 我宁愿翻译成绩的书 我宁愿翻译成绩的书 莎莎 你不要任性 我不是任性 我是在表达我的选择 所以请你尊重我好吗 那我问你啊 如果你今天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工 你会把我派给你的任务 这么拥起地推还回来吗 你什么意思 善善 高教授是你的外公 出身在翻译名门世家 好的出身是退路没错 但我作为你的男朋友 我不希望你选择这样的一条退路 你要知道 只有把前路走好 才是最好的退路 魏天 我们认识这么久 你觉得我是那种 会凭借关系任性而为的人吗 莎莎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当然不是说 你是视宠而骄的人 你也很努力 但有些东西是刻在骨子里的 是潜意识表达出来的东西 好 我明白了 你交代我的事情我会做 但沉急地说我也要做 沉急地说 汪姨 吃饭回来了 快来 今天炖了你最爱吃的排骨 我在路上吃了面包 我还有工作 我就先上去了 站住 过来吃饭 喝 你不要怪妈妈口气凶 你看看你最近 憔悴得像鬼一样 到底怎么回事 快吃吧 尝尝那排骨 你妈今天特别嘱咐我 不能炖得太烂了 说我们家莎莎 不喜欢吃太软的排骨 怎么了 妈妈又没说你了 你看看你 到底怎么回事啊 怎么会这样 你们俩吵架了 妈妈真希望你们俩吵架 也不希望看到你委屈成这样 她都不知道 妈咪 我真的很喜欢她 我也很努力想跟她在一起 但是我不知道 为什么会搞成这样 既然你跟我说了 妈妈就多说几句 你以为妈妈不同意 是因为她不够有钱 不够有地位是吗 但是你小看妈妈了 世上的父母 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好 但是这个好呢 不仅是物质上面的好 而且两个人的三观要比配 如果谈恋爱呢 只要有爱情就行了 可是过日子不一样 谁做饭 谁扫地 牙膏从底部 还是中间挤出来 都可能闹得天翻地覆 可是这些问题都没有办法克服吗 宝贝啊 你靠克服来维护感情 有多累啊 莎莎 妈妈相信你现在 一定有体会了 对吗 我今天跟她起了争执 她想让我做那一个项目 但是我想做我喜欢的项目 后来呢 她说 如果你现在是一个新入职的员工 你就不会那么任性 但是靠着家里优越条件 所以你才敢在公司说不 她说得没错呀 妈咪 可是莎莎 妈妈觉得你也没错 你不在乎职场上升职的机会 而是关心你自己感兴趣的项目 妈妈支持你 大千世界 人是多样化的 可是 大姨跟大姨父 他们相差很大 但是也能幸福一辈子 如果当年 你大姨不嫁给你大姨父 我想她的人生 有另外一种可能 当然了 你姨父啊 对你大姨 不管从物质 还是感情上 都没让她受委屈 但是 你大姨多有天赋啊 你外公寄予厚望 如果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的话 现在 说不准 已经在外交部工作了呢 可是当年她为了爱情 嫁给了林大勇 最后呢 你觉得这一切值吗 莎莎 两个人在一起 一定要共进退 如果不能共进退 那一定一个人要做出牺牲 你现在告诉妈妈 你考虑好了吗 你可以为她做牺牲吗 或者你有能力说服她 为你做牺牲 别哭了啊 别哭了啊 妈咪对不起 别 别啊 你 你干吗哭啊 妈妈 妈妈只是在跟你探讨啊 宝贝 你 真是个孩子 我只是下脚步自荡 你 你缘分不共生 对是你温柔的眼神 何时有无数可能 参与或退出你人生 有心共有这过程 你 我的故事也还算完整 天歌 我们还是做同事吧 有火消散之前曾经过日落 想爱就没理由擦肩而过 我遗憾也不能做新的 能不能别沉默 奋想给我更多 当这结局变成非你不可 这是参考文献 这是我们在指定的旅途 啊 你就拥有啊 这是参考文献 还有一部分 已经发到你的邮箱了 对 但是有一点我们先说好 就是这本书的翻译 我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如果您着急的话 可以找别的团队来做 重质量 不重速度 这本书集合了我很多年的心血 我希望找一个信得过的人翻译 好 那谢谢信任 我听说你最近身体不好啊 严重吗 你见外了 明知道我是医生 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已经在好转了 但是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肯定会来麻烦陈医生 对吧 那你先看 好 咖啡应该会好 你好 刚才点个四杯拿铁 孙女美食打包带走 天歌 我们脸色这么长 挺明确的 我昨天没休息好 你不是沾整容就睡着了吗 对 你可以把这两个穿到一起去看 可以 那就这样 谢谢 听说你喜欢看话剧 这是我的一个导演朋友新排的 内容呢就这些 这一批私募被选的翻译和核对结束之后 我们休一天 等羽翼剩下的资料就位 我们就可以进入最后的空间站了 陆总还有什么其他补充的吗 林夕已经说得很完备了 接下来的几天 希望我们大客户部和比一部一起 给这个项目一个漂亮的收尾 辛苦大家 好 散归 谢谢 谢谢 我们谈谈 怎么好好地突然说要分手啊 电话也不接 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够明确的了 没有必要说什么了 因为上次任务指派的事 那是因为沉寂 我看见他来找你 他找你干什么 还跟你说什么 这是我自己的私事 没必要跟公司汇报吧 好 分手 为什么要突然工作呢 你是不是很惹惹了 唯一的冲突可能就是 我昨天给他安排了羽翼的工作 没让他去陈吉内的翻译 为什么不让他接 莎莎身体不好 现在憔悴得跟个鬼一样 陈吉那本书 心脏科专著 你也知道翻译这种书 需要大量的专业词汇 要损耗多少的脑力 莎莎对于专业的态度要求又高 那翻译完了 不更加心理憔悴吗 那你又为什么让他去做汇报的工作呢 他现在刚刚转正 需要评级 他是高教授的外孙女没错 但这是把双人结 他做得好了 人家说你是应该的 他万一做不好 别人会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他走捷径 我把我汇报的工作给他 就是想让他在领导面前 真正得到领导的认可 而且 我不想让领导觉得 他只是高教授的外孙女 那你把这两个原因 都告诉他了吗 还没来得及说呢 他就跟我提分手了 而且再说了 你对一个人好 你不用说出来 做出来不就完了吗 老魏啊 你真的是情圣 我都被你感动了 你的爱就像春风话语 润物无声 但是为什么他还会这么嫌弃你呢 所以今天把你们两个叫过来吗 你快教教他啊 我怎么教他呀 现成的例子就摆在面前 飞机火葬场呗 什么意思啊 说明白点啊 请您低下您高贵的头颅去求他 他要是不见你 你就承门吏血 他要是不理你 你就死皮赖利 用他思考的方式去思考问题 试着融入他的生活 对了 最重要的 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拥有苦肉剂 你这说的都什么呀 我这 我做不了这些 你看 神仙都救不了他 要我说呀 谭莎莎跟你分手 活该 老肖 你是不是朋友啊 就因为是朋友我才跟你说的 现在爱情和面子摆在你面前 二选一你选拔 关键我都不知道我哪儿错了 我哪儿错了 你没错 我错了 我错了行吗 你啊不应该问你哪儿错了 你怎么不想想你哪儿做对了呢 我 行了你别跟他说这些了 他要是懂的话就不会这样了 我跟你说 最重要的现在就是 你要跟莎莎好好地沟通 做一次深入的沟通 我现在 连他人都联系不少 他都不理我 那你就自己制造一次机会啊 制造机会 嗯 好 莎莎 听说这个话剧最近挺火的 我正好朋友有一张多一对票 这张给你 卫天 我已经提了分手了 除了工作之外的事情 你不要来找我了 请您低下您高贵的头颅去求他 他要是不见你 你就承门力学 他要是不理你 你就死皮赖你 分手也可以看话剧啊 明天晚上 祈祷了 张 Eins 很多人可 był 这都好 我终于也 roof 应该也是赠票 这导演票有这么卖不出去吗 你上次说想要的心血管方面的资料 我找国图的朋友印了一份给你 谢谢 真的太及时了 这本书里面太多专有名词了 我真的头都要大了 光看名字就知道不好翻 书里面还加着票呢 这是最近很火的那个话剧 是吗 我以为这个剧卖不出去票呢 不是啊 一票难求 我和肖一诚刷了好久都没有票啊 可能是 这个导演自己留了太多票 导致市场上的人为急货囤积 你认识这个导演 那倒不认识 我这两张票 是两个朋友送的赠票 两个朋友送的 还能是前拍连号 可能导演留的票都是前拍连号吧 不过我这么忙我也没时间去看 送给你和一诚哥吧 真的 那我就不客气了 不舒坏点 这 交 outcome A排五座你是六 哈哈哈 一 二 四 这边 这边 这个导演 之前看过很多戏 是吗 期待一下 先生 不好意思 你是不是坐错位置啊 A排六没错啊 你看 陈教授 林总监 这么巧啊 你们认识啊 公司客户 陈吉陈教授 这是我男朋友肖依诚 你很好 你很好 那 那这 这也不对啊 那她的位置是我买给我朋友的 朋友是莎莎 是 我想感谢莎莎帮我翻译 那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这两张票都是莎莎给的 那也不合理啊 我只给了莎莎一张票啊 她好像说是 分别有两个人给她票 分别 两个人 还有谁啊 那 这个 那我这个是 你 你怎么来了 你 这也是莎莎的朋友 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我是谭山的男朋友 但是 莎莎说她单身 刚分手 刚分手 是 要不喝点什么 喝什么 美式 美式 那就都喝美式 那咱们来去买 好 来 来 来 莎莎忙 不好意思 那我就先走 陈教授 坐 你跟莎莎 是普通朋友吗 这是我的私事吧 再说你跟莎莎已经分手了 我跟她是什么样的情感 是我的自由啊 我还没同意跟她分手啊 分手好像不需要 两个人同意 莎莎只是一时置气嘛 我可不同意你这么说莎莎 莎莎是个通情达理的女孩 她决定跟你分手 一定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 当然 莎莎喜欢的男士 一定很优秀 但是 让莎莎分手的感情 相比伤得很深 所以 你在追求她 不明显吗 莎莎 莎莎跟我提的分手 没错 而且 分手也不需要经过 两个人的同意 但我现在还喜欢她 我依然有权利追求她 挽回她 那就 走 走着瞧 陈教授 到时候别说我欺负你 谁输谁赢 还不一定 这两个男的在里面干吗 还穿着正装 这你都不懂 这叫健身房比较 健身房比较 对 这也太幼稚了吧 幼稚吧 你不懂 我觉得挺慢的 慢 慢 慢 好 这就是 陈教授 陈教授 啥啥 没事 来 陈教授 你还好吗 你有完没完 陈教授 冷起来吗 没事吧 没事吧 走走走走 回去吃饭 陈教授 谢谢 您到家了之后和我说一声 今天的事情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抱歉 不用抱歉 我才是唐突的那个 我也看出来了 你对她还有感觉 我已经努力过了 没有遗憾 夏拙 我希望你 也不留遗憾 再见 那是唐突净的 黑暗 那个照片 黑暗 艾妲 黑暗 深紫 凉凉 円 优优 一叶 我怎么想 两颗心跳碰撞的火花 你像一样牵引着我 想去抵挡 原来爱记得 曾经的你我 甜年的情有如中 紧紧飘广 爱意识如作 总会有风 吹散心无拔搏 重现你紧张的路阔 仿佛星辰天亮满天 夜色 散开心扉 把无解的枷锁击碎 我们相互成为 被爱决心的 很珍贵 等待你拥抱我 重温的不知所措 绚烂成烟火 温暖会把我都记得 原来爱记得 重新将会你和我 微风起伏着日落 你望着我 直到云子容忍了情河 在天气你的手 顾盘在彼此的眼眸 幸福的生活 就要拥有 拥有 和你同望更多 遗憾